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纳米图层 微观护卫的无形盔甲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挺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高科技概念 但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悄然无声地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技术 纳米图层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给日常物品穿上一层无形的盔甲 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神奇 这就是纳米图层的魅力所在 首先 什么是纳米图层呢 简单来说 纳米图层是指厚度在纳米级别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的图层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 想象一下 如果把一根头发的直径比作一个足球场 那么纳米图层的厚度就相当于场地上的一颗小石子 虽然微小 但它的功能却是巨大的 纳米图层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手机屏幕到汽车外壳 甚至是医疗器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比如 许多手机屏幕现在都采用了纳米图层技术 使得它们不仅防水防油 还能抵御指纹的侵袭 想象一下 您在吃炸鸡的时候 手机屏幕依然光洁如新 简直是科技的奇迹 有趣的是 纳米图层的护卫能力并不仅限于防水和防油 它们还可以具有抗菌特性 比如 在医院中 使用纳米图层的医疗器械 可以有效减少细菌的滋生 降低感染的风险 可以说 纳米图层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学的隐形卫视 当然 纳米图层的故事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兴奋地展示他的新型纳米图层 结果不小心把图层喷到了他的咖啡杯上 几天后 他发现杯子不仅没有污垢 连咖啡的味道都变得更加浓郁 于是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到了纳米咖啡 虽然这只是个笑话 但也反映了纳米技术的神奇之处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纳米图层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创新的应用 比如自清洁的窗户 超耐磨的运动鞋 甚至是可以调节温度的衣物 想象一下 未来的你穿着一件纳米外套 在寒冷的冬天里外面是冰天雪地 而你却像在夏天的阳光下 简直是科技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总之 纳米图层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护卫 虽然看不见 但却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日常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更加关注这些微观的奇迹 毕竟 科技的未来就在我们身边 甚至在我们的一杯咖啡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光子学 微观光影的奇幻舞蹈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纳米光子学 微观光影的奇幻舞蹈 听起来像是某种高科技的舞蹈表演 但实际上 它是科学界的一场盛宴 涉及到光与物质在纳米尺度上的奇妙互动 首先 让我们从纳米这个词说起 纳米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 以纳米等于10的-9次方米 想象一下 一个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8万到10万纳米 在这个微观世界里 光的行为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截然不同 光不再是简单的直线传播 而是开始与物质进行复杂的舞蹈 在纳米光子学中 光子 光的基本粒子 与纳米结构相互作用 产生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例如 表面等粒子体 Surface Plasmin 就是一个很好的粒子 想象一下 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 金属表面的电子会开始震动 形成一种波动 这种波动就像是电子在跳舞一样 这种现象不仅有趣 还在传感器 光学成像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说到应用 纳米光子学的一个有趣故事 是关于隐形斗篷的 科学家们通过纳米结构 设计出一种材料 可以使光在其周围弯曲 从而使物体看起来隐形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哈利波特式的隐形斗篷 但这项技术的潜力 无疑让人兴奋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这种技术 可能会引发一场隐形革命 甚至可能让我们 在排队时 不再被人注意到 当然 纳米光子学的研究 并不是没有挑战 科学家们常常需要 在极小的尺度上进行实验 这就像是在微观舞台上 排练一场复杂的芭蕾舞 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 任何微小的误差 都可能导致整个舞蹈失去节奏 最后 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纳米光子学 就像是一场微观的光影派对 光子们在纳米结构的舞池中 翩翩起舞 时而闪烁 时而隐形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可能性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 能够像这些光子一样 勇敢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光影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催化剂 微观魔法师的化学变身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迷人的话题 纳米催化剂 或者说是微观魔法师的化学变身 想象一下 如果化学反应是一场华丽的舞会 那么纳米催化剂 就是那位在角落里默默调动气氛的DJ 虽然他的身影微小 但却能让整个舞会变得热闹非凡 首先 让我们来来解一下 什么是纳米催化剂 简单来说 催化剂是一种能够加速化学反应的物质 而纳米催化剂 则是指那些尺寸在1到100纳米之间的催化剂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我给你们一个比喻 想象一下 一个大块头的舞者在舞池中跳舞 可能会占据很多空间 但动作却不够灵活 而一个小巧的舞者 虽然身材娇小 却能在狭小的空间中灵活穿梭 带动整个舞池的节奏 这就是纳米催化剂的魅力所在 纳米催化剂的表面积相对较大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与反应物发生更多的接触 从而加速反应速度 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化学聚会 每个纳米催化剂都是一个热情的主持人 努力让每位参与者都能尽情交流 快速达成共识 说到这里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研究一种新型的纳米催化剂 他的目标是提高氢气的生产效率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他终于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新型的纳米催化剂 结果 这种催化剂不仅提高了反应速率 还让氢气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科学家兴奋地想要清煮 结果发现实验室里没有足够的饮料 于是他决定用氢气来清煮 当然 大家都知道 氢气可是个火爆的家伙 结果实验室瞬间变成了火焰舞会 科学家也成了火焰舞者 这次清煮虽然有点失控 但却让他意识到 纳米催化剂的潜力是无穷的 在实际应用中 纳米催化剂被广泛应用于能源 环境和化工等领域 例如 在燃料电池中 纳米催化剂可以有效地促进氢气和氧气的反应 产生电能 在汽车尾气处理上 纳米催化剂能够将有害气体转化为无害物质 帮助我们呼吸更清醒的空气 总之 纳米催化剂就像是化学界的小精灵 虽然它们微小 但却能在反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微观魔法师将会在更多领域展现它们的魔力 帮助我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 所以 下次当你在实验室里看到那些小小的颗粒时 不妨想象 它们正在为一场化学盛宴忙碌着 成为了无数反应中的魔法师 希望大家能在这场微观的舞会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化学灵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微观科技的奇妙世界 包括纳米图层 纳米光子学和纳米催化剂 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实际上却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首先聊到了纳米图层 这种微小的图层像隐形的盔甲 保护着我们的手机 汽车 甚至医疗设备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与安全 接着 我们进入了纳米光子学的领域 见识了微观光影的奇幻舞蹈 光子在纳米结构的舞池中翩翩起舞 创造出许多惊人的应用 最后 我们讲述了纳米催化剂 这些微观魔法师能加速化学反应 帮助我们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 迎来更好的未来 在这些讨论中 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些科技的原理和应用 还分享了一些轻松幽默的故事 让科学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正如我所说 微观世界中的每一个奇迹 都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甚至在我们的一杯咖啡中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微观科技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也有你们想分享的故事或者问题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留下你们的观点或者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微观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